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地短缺, 絕不單止一千二百公頃 因為這個數字沒有計及市民 想住大一點的訴求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向民間提出 18個增加土地供應的選項 邀請市民討論用甚麼方法做地 這就是你的風扇, 是嗎? 是的 增加土地防止 透過宜山填海 做了一大片平坦的土地 木地、種地、發展商手上 人口增長的幅度 以及如何控制炒賣 每一個選擇是無痛的 尋找平衡不易 但是我們要拿出勇氣 也要作出決定 這邊… 不要上來吧 馬上填尖過應風投場 在這次增加土地供應選項中 將遊樂場契約用地改劃 是短中期方案之日 當中佔地170公頃的粉嶺哥爾夫球場 去鄉備受關注 球會每年以1000元象徵式地價租用 但2020年就到期 諮詢期間 很多團體到球會請願 劏訪護玲姐 認為是重新規劃的好時機 好… 我不知道原來政府用這麼便宜的租金 去讓他們去用盈獄 如果你維護他們的權約 1000元, 年租 那我給你吧 我給你三倍, 我給你3000元 你給我住吧 現在就是我兒子和女兒一起住 三個都是大人媽 那個空間始終是尷尬的 有時候就睡在地上 這裡已經很好, 開桌子 我以前那間, 桌子也開不了 玲姐一家 現在用5300元 租住太子一個百多呎的劏房 是社會上對房屋需求最迫切的一群 諮詢文件中提到 香港直到2046年 對土地需求達到4800公頃 現有規劃, 大約可以提供3600公頃 所以最少欠缺1200公頃 相等於60個維園 當中以政府基建及設施用地佔最多 要用720公頃 住宅用地就欠230公頃 玲姐覺得土地不足的情況 並沒有政府說得那麼嚴重 立刻可以起樓, 為何不用那些? 為何還要浪費時間去慢慢填海 去開山砍石呢? 哥爾夫球是一百七十多了 已經解決了大部分, 是吧? 我也說了, 你每年都不夠錢 但至少你如果收回哥爾夫球場起 至少今年已經夠錢了 沒有所有世界級的一個球會在這裏 香港只得屋 還有一個甚麼核心價值呢? 香港哥爾夫球會歷史悠久 裡面有歷史建築 亦有珍貴的古樹林 馬健生希望在這次土地大辯論裡面 市民不要將居住需求 和體育用地放在對立面 高球來說是需要一些距離的球道 才能夠打到世界級的水準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全部人只能打冰冰球 就可以了 我們能夠這麼開心地有一個 超過百多年歷史的一個球會在這裏 幫助香港體育方面來講更進一步 如果我們這樣騙殺了它 是否有些而可惜呢? 我們香港不是沒有地 而是政府沒有政治的勇氣去拿地 關注土地大辯論的任憲邦 立場與政府打對台 他認為就算增加土地供應 也無法解決港人住得細、住得迫的問題 在高球會旁邊這個屍樓地盤就是例子 這裡本來是球會苗譜 2013年被政府收回賣地 這個樓盤主打過千呎洋房 有小部分是二、三百呎的迷你單位 平均呎價萬六元 我看見很生氣 因為你說要拿地出來做交代 其實拿出來日夜豪宅 對於現在香港等上樓的居民 有甚麼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他認為政府為了合理化土地不足的說法 將土地需求誇大 例如政府估算私人房屋土地需求的時候 按照過去三十年平均面積增長百分之六 假設未來三十年的屍樓會有同樣增長 因此估算將來要提供的四十萬個新建支樓單位 平均總樓面面積是八百呎 不過任憲邦認為不切實際 我們看到這裡的屋子就算是三百多呎 都要用六百多萬 就算你真的要建八百多呎的屋子 香港市民可不可以買這些屋子呢 規劃署表示 這個估算是考慮到公眾普遍希望改善居住空間的訴求 今年一百分之三十八的屋子 是小於四百呎的 舒服一點當然大家想 但你在香港的環境有甚麼可能做到 我這個估算唯一的作用就是 誇大了土地的需求 至於文件提及 土地方最嚴重的基建及設施用地 有些需求亦耐人尋味 在所欠缺的七百多公頃地裏 當中超過一成 即是九十公頃 政府說要用來做石礦及藍石加工設施 石礦場只剩下一個一個 只剩下藍地 現在大部分的建築材料 大概是四分之三 甚至多是從外國印尽的 除了開採原料 香港的石礦場原來還會用來 回收建築廢料 從環保的角度 回收一些建築廢料 那個更重要 你不處理這些建築回收廢料 它最終就會造成一些環境影響 大概是一個的石礦場 其實已經是足夠去做一些 所謂建築物理的回收 換句話說可能50公頃 已經是足夠了 政府又估計 寧灰安治所未來需要75公頃地 任國棟過去一直爭取要建更多工營骨灰堪牆 不過他看到這個估算 也覺得有點誇張 將軍澳用不超過一公頃 是擺到九萬多個工營堪位 75公頃的話 大約已經是750萬個工營堪位 大家例如說一句 突然之間香港的人口 全部一次過的話 才是用75公頃 土地小組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如果是寧灰安治所的話 可以建議在一些岩洞裡面 變相是否可以減少 在75公頃的數字上的需要呢 旅客船的位置一直填過去 即是由科學員那裡… 黃元山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 他認為民間斟酌細微的數字 容易令土輪失焦 即是一百幾十就說很久 但其實我們正在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一萬幾千 即是那個波泊已經是很不一樣 這天他來到馬尿水考察 這裏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的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選址之日 作為香港團結基金的副總幹事 他一直提議香港要造地達九千公頃 即是三個沙田新市鎮那麽多 才可以大幅改善香港人的居住質素 我們人均居住的面積是一百七十呎 相對於新加坡二百七十呎 就是大六十個百分之 其實因為我們很久沒有移山填海 沒有做新市鎮 沒有做新市鎮就沒有地了 香港大約七成的土地 都是沒有建設的魚塘農地 綠化大或者受保護的郊野公園 已發展的土地 只是佔整體土地兩成四 在已發展用地裏面 住宅用地只佔百分之七 因應這種地勢 黃源山認為填海是大幅增加土地的方法 不過填海會破壞環境 動輒要花數以百億公帑 民間有意見要求 更緊慎伸算土地需求 再考慮怎樣做地是否有道理呢 合理三十年的規劃就是 你想想我們現在的情況 因為我們以前做少了 應該是將來做大一點 讓大家最終可能有機會 每人都做大一點 你看到後面已經開始斜上去 是,那裡再加工園了 應該再加工園了 不過你這些居民看過來 就一定反對 這裡是馬安山一幅綠化大土地 政府打算改劃做供應房屋 萬一不能夠如期發展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所說的土地短缺 就不僅千二公頃那麼少 採訪當日 當地村長就特意出來反對在這裡建屋 我們已經沒有空氣頭了 你試試試 四周,這裡一棟 那裡一棟 如果後面再一棟 我們真的沒有空間來做甚麼 任何都是 我看到那個田海那裡也很方法 改劃地其實是一種 市吉馬行田沒辦法中的辦法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要做新市鎮大規模 類似以前那種做法呢 就不是這裡穩一點,那裡穩一點 如果土地供應是純粹靠改劃 不僅僅困難, 細, 而且不容易去做得到 這棟已經燒掉了 其實這裡也燒掉了 對, 你看到 更明顯是有黑色的痕跡 這棵還沒死 還沒死 這棵還沒死 這棵就沒辦法了 就像它斷成這樣 南生圍被視為香港人的喉花園 過幾月前, 接連發生四次火災 現在有些植物開始再現生機 大自然對於火災可以回來 但是如果這個地方建了居屋 建了豪宅 只要你是建屋, 你鋪了水泥 其實就回不了頭了 發展商二十多年來 一直希望在這裡發展住宅 不過多次在承規會闖關都失敗 最新方案 發展商表示願意和政府合作 增加興建首置上車盤 類似的舊司 以公私合營模式 釋放私人農地儲備 亦是土地大變論中的選項 即是這一邊首置樓兩棟 而後面亦會有九棟的 十九層樓高的C樓 是想營造一種狀態 好像說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是建了很多豪宅 但是也會跌少許讓市民進來享用 現在我們這個位置 就會在一個交通迴旋處 發展商而建的那條路 就大概是這個位置這樣 穿出去建條橋 駁過去元朗公業村那邊 這些農地 通常為處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政府建議負責提供道路基建 以增加發展密度 但發展商就要交出部分單位 做資助房屋 政府綜合各大發展商年報資料 估計他們手上 最少有一千公頃農地 有意見認為 即使要用農地建屋 政府都應該用收回土地條例處理 然後他就說 土修是一個法律門檻很高 就不容易做到 但我們看到以前 譬如旁邊橫洲 橫洲他趕走一些 永齡村居民的時候 其實他都用土修 然後對著南深圍發展商 其實他可能會突然之間 遭從標準 對於整個城市土地怎樣分配 其實他不是依照我們 基本上我們人的需要是甚麼 他是選擇政治上最意見的一條來做 為甚麼有這麼多官商勾結的嫌疑 政府仍然選擇是希望用公私人合作 用公帑 他們說建一條路給發展商 幫他釋放這裡本來不應該建屋的地方的發展潛力 有些人說那些發展商囤地 但這是整體集合土地的一個必要過程 收購土地或者拼購土地 是需要大量的心機 這個是市場力量 去將原本是很分散業權的土地集合在一起 而令到他有一個新的生命 策略師樓振剛眼前的樓盤 就是由農地改劃而成 由於位於公路旁邊 才申請到較高發展密度 不過他說 在新界要擴展道路並不容易 如果不經政府去做 靠私人發展商可能做不到 舉例,有一幅地他買不到 而那幅地就要通向大路上 我們會看到其實有很多這些實際的困難 可能需要用到公權力 才能解決到問題 劉振剛統計過,連賣南森圍 這一帶有三百多公頃 閒置私人農地 例如這幅位於米埔隔離的魚塘地 雖然具生態價值 但同時鄰近公路,具備發展潛力 有些地區的環境 有些可能棄置了某些物件 有些樹種在那裡 但是不是一個很美、很優美的環境 我們已經在幾分鐘的路程 出到大路 近路邊那裡已經可以做發展 我們現在去看,如何兩者兼備做得更好 十居其九 隨便獨一塊的地段 原來是發展商或艇船公司 早年賣入的 早年發展商曾經闖關發展 只不過是因為生態敏感 或者交通不變的原因被否決 現在我們會思議會否政府 透過用公私型合作一個新的牌頭 說不如我放寬一些規例 我把你修圖一條路給你 用公帑說可以嗎 把你修圖一條路給你 令我之前所否決你的原因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樣的話其實會令整個 城市規劃的制度被崩潰 不做,是很便宜的,沒有問題 為甚麼呢?只是保持現狀 然後大家市民大眾就要想 不要再罵政府了 這就是公屋,還是一個地盤 很多天秤的時候畫的畫 但現在天秤就已經變成了 這種鑽頭,是的 Tia是第一批東沖新市鎮的居民 熱愛這個住了十幾年的地方 幾年前積極投入 反對東沖新市鎮擴展中的填海計劃 不過無功而會 因為香港在香港發展到這個地步很矛盾 海岸這一帶將會填海成為東沖東發展區 會建立四萬個單位 前面一點就是海 也挺近橋的方向 全部都是填海區 看圖,是的 好像說會兼顧到公屋也有 有施樓,有休息用地,甚至有遊艇會 但我要這些遊艇會來做甚麼呢 填海是其次 真的要想回田園會做甚麼 才是我最擔心 就是這樣 即是你見到裡面這裡全部都會在樓 是,裡面 現在我們的田園會蓋爐 像這裡居水馬龍一樣 這個農莊位處東沖西新發展區 附近規劃了興建低密度私人住宅 政府按照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 規劃了發展區的公司型房屋 規劃數量是六四比 不過提供六成單位的公營房屋 原來只佔用五公頃地 反而佔四成的私營房屋 佔地高達二十三公頃 六四比比例上的數字好像很漂亮 但原來結果是 你多給地有錢人 窮人就要住比較大的地方 其實你也是在欺騙我們 你就是…對,你就是給我們看比例 但實際居住環境呢 Thia覺得今次的土地大辯論並不全面 只說供應 但不討論改變房屋政策 無助真正改善基層的生活質素 可能想申請公屋那些 它又過得最低的限額 但屍樓的層是跳到五百多、六百多萬 它根本供不起 如果你的政策不改變的話 今天我們依然是人心惶惶的 我們依然是沒有一個… 即是無法集羹 真的,根本是這裡 所以你蓋了多少田多少海都沒用 香港是水深火熱 所有方案都應該考慮而施失傷 因為當你說A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不如你先做B吧 所以永遠都好像說哪一件事 都有人走出來說不好 反對,或者先做這件事 我的看法是 其實當然你做A、B、C、D、E、F、G 也不足夠 因為我們事實上 累積了問題這麼嚴重 我們要想怎樣發展香港的土地的時候 要想清楚我們現在 現存在用的土地 是否用得其所 其實香港有很多所謂的特權用地 譬如說,那是呼舊場 其實我們不是不足夠地 是土地分配的方法,不國民 現在政府正正有這個契機 去將它撥亂反正 這次土地大辯論 當局期望市民 挑選方案增加土地 不過新造的土地 最後是誰受惠 土地資源涉及龐大利益 未來五個月的諮詢期 各方能否凝聚共識呢? 任務